这个男人在豪华宫殿疯狂撒钱庆祝婚礼 对岸的女人却每日头顶水壶取水 现代商业和工业世界是否已经将沙漠蚕食 沙漠覆盖了地球五分之一以上的土地 作为世界上最干燥的地方 沙漠和冰川一样 对生命构成巨大威胁 但在这些严酷贫瘠的荒地中 人类与资源持续斗争和努力的故事经久不衰 是多谋的人们与干旱地区发展了独特的文化和深厚的精神纽带 跨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界 有一片占地100万平方公里的神奇地方 尽管位于沙漠深处 这里却可以盛开五颜六色的树木和草地 这片土地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培育着无数动物的生命 今天这里拥有3000万常住人口 成为了全球人口数量最多的沙漠 在沙漠尔沙漠已经经历了1000年的时间考验 它坐落在拉贾斯坦邦西部的干旱平原 据传闻他是印度人拉瓦尔贾萨尔国王 在1156年建立 贾萨尔是克里希那勋爵后裔 受到了神的指引 建设了一方乐土 摘沙漠尔坐落在东西方之间古老的贸易高速公路上 依靠出售香料丝绸和其他奢侈品赚钱 几个世纪以来 这里的发展蒸蒸日上 华丽的房屋和寺庙平地而起 随着贸易繁荣和干旱战争的再次衰退 仅仅过去十年 沙漠的人口增长了三分之一 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在带来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 也意味着需求的增加 人们需要更多的空间 更多的电力和更多的水来生存 这片沙漠不可避免地在压力下逐渐崩溃 无独有偶 几个世纪前 为了保护大军和茉莉花人民免受袭击战争 以及沙漠气候的极端影响 一座黄金之城绝地而起 它保卫了居民的生命安全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相安无事 可是最近几年 在现代商业化的影响下 堡垒内的人们对水的需求剧增 变成了以前的十二倍 对这座堡垒而言 水是致命的 使用水会导致堡垒的地基沉入堡垒下方的山丘 危险是不可预测的 这样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堡垒就会崩塌 1998年 一堵墙的倒塌已经造成了六人丧生 堡垒的损坏后果不可估量 整个团队的工匠建造者和环保主义者 都在为拯救这座摇摇欲追的古老荣耀而奋斗 在建造这座堡垒的时候 科技尚且不发展 没有建立起适当的排水系统 而如今免费的水资源和大量的旅游业 让这座城堡摇摇欲坠 作为一所活的纪念碑 它不仅是历史与荣誉 它还是数千居民的家 当地政府只能通过加固堡垒保护建筑物 让人们继续生活 但这样的修补方案能支撑多久始终是个位置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始终让这座城市的人民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地实际合作对城堡进行了硬价街 它们继承了在沙漠环境中建造的传统技能 并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沙漠堡垒的建造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堡垒外部的格子结构带来了凉爽的空气 以此来控制内部的温度 堡垒的内在美没有被破坏 它的核心灵魂依旧存在 象征着沙漠人民的智慧与顽强 依赖骆驼的古老游牧方式在经济上越来越不可行 情人的数据表明 仅仅在过去十年 骆驼的数量就减少了一半 在沙漠地区 骆驼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 其具有的强大力量和耐力 吸引着居民把它当作战争时期的武器 骆驼被取替 对沙漠的影响不可估量 国家骆驼研究中心的专家尼丁帕蒂尔 试图扭转骆驼的命运 经过大量的研究 他发现骆驼奶能够解决乳糖不耐受 对成年人有很大的好处 他还亲自前往骆驼牧民的家 为骆驼进行手术治疗骆驼病 骆驼的历史不应该止步于此 他们应该有更好的未来 沙漠总是能创造意想不到的奇迹 突然的季节性倾盆大雨创造了一片乐土 这里可以种植沙漠草 还可以放牧山羊 但现代社会的脚步没有改变妇女 依旧是乡村生活的中流砥柱的事实 这里的妇女每天需要起早头顶水壶取水 男人不在外出 食物也由妇女们寻找 他们的居住环境困固 好在又小又黑的房子冬暖夏凉 每天早上他们用香料和胡椒冲泡印度马萨拉茶 晚上用酥油和烙乳烹饪一些不易腐烂的食物 甚至还要承担砍柴的工作 女人还是这个小社会的建设者 他们依靠周围的资源挖掘粘土 修补地板 现代社会的巨大吸引力 让这里的年轻人抛下父母子女 前往城市寻找工作 留在这里的女人被隔离在现代洒水系统之外 在曾经被动物放牧过的天地里灌带庄稼 古老的习俗和新的挑战无法融合 他们该何去何从 而在比卡内尔的沙漠中 夜晚才刚刚开始 宫殿里正在举行婚礼排队 这个男人撒钱庆祝 这座宫殿是一座由皇室成员经营的豪华度假村 二十世纪初的一场严重干旱带来了饥荒和死亡 年轻的大军心怀百姓 想要在沙漠上修建一座运河 随着143公里的运河开通 大军灌溉郊游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人民取得了更好的生活 随着英迪拉甘地废除特权 宫殿的两侧改成旅馆用来支付高昂的费用 但大军的后代都没有丝毫不满 因为现在运河和甘地夫人的绿色革命都获得了保障 人民获得水和食物是最好的事情 运河不是沙漠中的唯一奇观 这座寺庙每天人来人往 它是为了纪念14世纪的神秘女组长而建成 据说这位女组长是权力与胜利女神的化身 可以带来好运 寺庙里的常年居住者是两万只老鼠 在这里老鼠是一种神圣的动物 传说里 卡里玛塔将孩子转世化身为一只老鼠 并且许诺他死去的部落居民都会化身老鼠完成轮回 在印度教里 死亡是通往宇宙的重生 对轮回循环的信奉使得老鼠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从来没有人在乎这种神圣的动物会给人类传播疾病 在庙里任何不小心踩到老鼠的人 都必须花钱买一座老鼠的金像以示补偿 甘地是一座有现代化思想的城市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这里最靓丽的风景线 1970年 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开始喂养鸟和一小部分仙鹤 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现在 如今在外地务工的年轻人赚了钱后 也会给家乡寄钱买粮食喂鸟和仙鹤 对于他们而言 仙鹤是冒险的象征 每年冬天 领头的鸟都会左顾右盘 发现没有危险后 它迅速越过栅栏 后面跟着的是几十万只浩浩荡荡的小鸟大军 在这过冬的小核数量远多于拉贾斯坦邦其他越冬地 这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做法还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数百万人生活在郊游 平时他们互不联系 但每年一次的特别活动将他们聚集在一起 在这个集市中 七万头牛 两万五千头骆驼同时在这里售卖 还可以轻易买到绵羊和马瓦里马 小商店也提供装饰品和珠宝 黄铜服装还有一些纺制品和皮革制品 在这个活动中 赛跑公牛无疑吸引了最多的目光 准备售卖的公牛被主人打理干净迁到市场 和买家的公牛并驾齐驱 如果跑得足够快 得到了买家的认可 公牛主人将会得到一大笔钱 即使售卖活动结束后 就是备受期待的表演时间 穿着艳丽的舞娘翩翩起舞 跳着动感的沙漠舞蹈 这些舞者来自游牧民族 他们的传统职业是捕捉蛇 并吸取他们的毒液进行交易 如此危险的工作使 他们的舞蹈也覆盖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有人说他们的舞蹈像蛇 需要极短的运动能力 这无疑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 国兰会在欢乐生动的庆祝活动中结束 郊游是一个充满惊喜和不协调的沙漠 现代商业和传统的碰撞 让这座城市更有魅力 穿越沙丘的运河 野生鸟类被人类的善意所吸引 老鼠在寺庙中虔诚地受到尊敬 因为城市的扩大 伟大的印度沙漠付出了代价 古老的宝藏面临崩溃 村庄和骆驼都难逃消失的命运 但即使在最严酷的角落 这里的生活脉搏仍然在强烈跳动